理财APP 好 相信很多人对受险这两个字并不陌生 但是房贷受险是什么呢 买房贷受险有什么优缺点该怎么评估 理财APP连线访问 重商不动产现市徐佳新经理 佳新你好 嗨 主持人好 跟听众大好 是 什么是房贷受险啊 房贷受险跟直接买受险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好 我们这么说 因为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会 如果去银行借钱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银行可能会跟你提到 房贷受险这个产品 那因为房贷受险它其实本质上面 它还是受险 只是说它多了一个跟房贷做连结的一个关系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 万一缴款不信申雇的话 那我们一般的受险啊 是把理赔金赔给这个申雇人的家人 可是房贷受险是把理赔金赔给银行 所以如果说就是 可能够是房贷受险 那万一就是交款人不信申雇的话 那这个受险的一个赔偿呢 它就会赔给银行 那如果说你还有房贷的话 那你的家人可能他就不需要再缴一个 相对比较压力大的一个房贷 那当然如果说还有申请下来的话 他也会把这个余款去给这个 就是受益人的一个家属 通常跟银行买房贷受险保护 根据统计大概平均年龄带是多少岁 其实我们大概 我有问过他们的一些厂商 那是说其实大概是35岁到45岁左右 男女差不多吗 对男女差不多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就是 通常这个年纪的人 大概都是家里头的经济支柱 所以他们会很担心说 万一可能自己出了一些意外 那造成家里头的人 没有办法负担房贷 房子可能被罚拍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这些人 他去购买这种所谓的 房贷受险的一个产品的时候 前提都是希望能够 对就是万一真的不信申雇的话 对留下来的家人有一个保障 那至少让他们有个提升之所 所以其实在额度上面来说的话 其实现在大概看起来 听起来应该讲说 虽然它是一个相对 好像现在比较话题上的产品 但是其实美国市场上面 大概也不过就是一到两成左右的民众 会去做这样的一个申请 一到两成其实跟欧美国家比起来 是偏低的对不对 那原因在哪里 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认为 我购置这个受险 那如果说之后要理赔 是理赔给银行 那很多人会认为 所以好像这样子划不大来 那我其实直接购买受险就好 那当然另外来说的话 就是像房贷受险 其实它等于说 你每个月在缴房贷的时候 你还会缴一个相对比较 缴一个所谓的保险金的一个部分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 那我可能负担会重一些 那他们也会认为 这个部分也是不大必要的 所以一般人可能他一个月 如果他有买房贷受险的话 可能缴个一两千块 那一两千块的话 他的这个保额带是多少 其实如果说是以就是 他们自己内部在试算的话 因为他会跟年纪有关系 所以有些人他如果说 保三十到五十万的话 那他大概一两千块 就是差不多就是刚刚做传 没有提到大概一两千块 那当然如果说他保的金额 相对比较高的话 像我们之前有算过 四十岁的女孩子 如果说他保大概五百万的话 二十年的一个本地产 他大概偷偷 差不多总共缴的金额 大概是三十几万左右 那这个人的话 就会变成是说 可能房贷户他在下手之前 他会稍微考虑一下 是 是不是也请嘉欣 跟我们提一下 这个房贷受险 有分成哪几个种类 好 那当然房贷受险来说的话 就分成三个种类 那我们早期的话 是说是递减型 那评减型 那另外还有一种叫做宽限期 那递减型的那个概念 就是说 你其实因为我们还房贷 会越还越少 所以其实你 他就是跟着你还了剩下的金额 来去做一些调整 所以好处是说 你可能之后保险费越缴越少 那平准型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 因为他的一个淘宝金额 是固定的 那淘宝的添宝是固定的 所以其实你缴的这个时间 应该说这个金额 其实它存活到固定的 那我们刚才提到宽限期 这个部分 那宽限期的话就是说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 他来访的 前三名宽限期 前五名宽限期 所以现在就应用而生一种 就是我可能之前是 这种所谓的一个凭准型 那之后是采取地减型 你说是一种 混合式的一个方式 这个有什么优缺点吗 那当然其实 对于凭准型来说的话 就是说 你可能大概 申固之后 弯减性的深入是一定有保障的 那地减型的话 其实有时候 因为缴的金额到最后 可能比较低 所以有时候保障可能相对 就会稍微比较少一些些 那当然在缺点上面来说的话 就是凭准型会比较贵一点 那地减型来说的话 会稍微便宜一点 所以如果说有一些 所谓的房贷户 那他可能也想要 相对来说 比较多一点的保障 又并不是很想付很多钱的话 可能地减型会是 他们的一个选择 但是如果说他希望 在意这个保障的部分来说 特别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人 那他可能他就会把 凭准型当作他的手续 是 所以房贷受险 一般来说是缴个几十万嘛 不过也有听说 有些人是缴到一百多万 为什么 这个差别是在哪里 因为关键在 就是说 第一个他有个买一买 有些人他可能 比如说房贷借一千万 他就买一千万 他当然可能在费用部分上面来说 就高一些 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话 就是他是不是蹲缴 他因为蹲缴的话 你其实一次把他找清的话 你会便宜两到三成 有一些营养 有一些就是 寿险公司会给这样的一个游轨 但是他的金额就会 一次下来的金额就会比较近 那这个可能是 您有听到 就是一脚一脚到上百万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蹲缴其实是比较划算的 可是负担也比较沉重 对不对 对 就像是一般如果民众买受险的话 其实多数蹲缴的一个状况 都会稍微便宜一些些 那只是说能不能够一次 拿出一大笔钱买 就是看个人的一个状况来说 付房贷轻不轻松 如果说还要加买这个房贷受险的话 负担岂不是更沉重 到底买房贷受险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关键它有两个 因为像房贷受险 它毕竟它是一个 就是多房贷延伸出来的一个账配 所以我大家都会提醒 就是说那第一个 如果你要买房贷受险 你先算算一个月要还多少钱 那一个月如果说还的钱 它是你能够负担这一个费用的话 那可能这个部分 你也可以把它纳入一个考量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缴房贷的这个人 是不是家中的重要性 经济支柱来源 如果有一天它不在 最坏的状况就是 如果有一天它不在了 那剩下来的家人 能不能够去负担这个房贷 所以如果说不能够负担这个房贷的话 可能房贷受险 就是一个它必须思考的一个方向 那当然也许有些人问问说 那如果说要买的话 多数房贷受险会买给谁 就是谁来负 谁来负 对谁来负 那通常就是说 如果说是主要经济来源 通常是保那个主要经济来源 比如说家一头一家四口 那爸爸是主要经济来源 那当然就是保爸爸 如果说是双薪家庭 就爸爸跟妈妈一起在缴这个房贷的话 那可能就是两个人都来去做一个保险 那当然另外有一些人 他可能他会评估就是 也许受险 他自己的人受保险百分够 他可能他就不把房贷受险去做一个考量 那这个的话也是 就是可能有一些人 他在理财规划上面 会预作的一些准备跟失散 是 嘉欣你身边有人投保这个房贷受险吗 其实我身边有人 因为他们其实 他们投保理由是什么 也是担心说万一有另一半走了 或是自己什么身故之类的吗 对 因为其实荣翔先生走的那个案例 是让很多人觉得很惊慌 就是我身边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 那可能会就是 因为年轻人不会觉得自己有一天会忽然离开世界 那荣翔的那个个案其实他还是家庭主要支出 那后来就是因为他生故之后 他的太太可能在经营上面 或比较就是付房贷这个部分上面 比较辛苦一些 所以其实最后就比较被迫买到 那很多人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买这种所谓的房贷受险 那当然如果说是 他自己有能力 或是说他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个产配置的话 那可能他在思考这种所谓的房贷受险 他就会觉得好像必要性上面就没有能够 那我身边的人多数是一些所谓年轻的上班族 那东西买的话 其实大概都是那个所谓的房贩会员的一个考量 是 嘉欣我也很好奇 你自己有没有买 考虑的点是什么 我自己有买 你自己有买 对我自己有买 那我自己有买 也不是说帮他们推销 但是我自己有买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我自己的房子 其实是我娘家的房子 那我希望就是说 可能如果万一我有一天我真的不信守我的话 那一定要有人帮他 不要有人付钱 那如果有人付钱的话 那我家人他比较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其实当初的一个思考 就是因为这个思考 所以再去买到才受险 那你说要是理财的一个规划 其实对我们来说 因为我自己受险的部分 其实是买到还可以 那只是说因为那个房子是娘家的 我说我想要把这个部分去做一个分开 所以其实当初我自己的规划是这个样子 就不希望万一有意外发生 娘家那边还要负担很沉重的房贷吗 对 所以其实就是娘家那边还要再负担房贷 那可能因为保险公司已经把这条钱付掉了 所以其实就是娘家人也不用再付房贷 那我自己也这个地方的话 他就会比较清楚一些 那这个是我当初在购买房贷受险的时候的一个考量 那当然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是 那你的保额有很高吗 也是几十万吗 还是说是这种百万级的 就稍微多一点 稍微多一点 就稍微多一点 但是我觉得就是至少可能给家里头 有稍微安心一点 我觉得这个是我当初的一个考量的选择 是 加薪 你再说 是 继续 对 那当然其实如果有一些朋友 他说说要买房贷受险来说的话 我会比较提醒几件事情 就是说第一个可能 如果你要买房贷受险的话 你先问银行 那银行它应该要告诉你 就是所有的风险跟细节 你的合约也应该要自己看过 那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 就是有一些银行 它可能会暗示你 就是说你买了房贷受险 你的这个贷款的条件会比较好 那这个部分因为金管会其实曾经一定禁止过 所以如果说有银行有这样的暗示的话 其实是可以去检举 那当然你也可以换银行 换其他的行顾 去做一些贷款这个规划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比较理想 那当然关键还是就是合约的条件 未来理赔的对象 理赔的范围 这个其实我觉得 消费者要购买之前都一定要提较清楚 是 嘉欣你有提到说 金管会有禁止 如果说办房贷受险的话 房贷利率可以比较优惠一点 这样子是不可以的 对不对 可是如果就消费者立场来说 我那个房贷利率可以比较优惠一点 那何乐而不为呢 为什么要禁止啊 因为其实它会 就是消费者来说的话 就是说当然它会觉得好像好一点 就贷款的条件可以好一点 但是在金管会立场来说的话 毕竟是一个金融的商品 所以其实它也不大希望 就是说透过一个所谓房贷的压力 那造成消费者可能在规划上面 未来就规划上面多出一些负担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当初 这部分我们可以理解的 你刚刚有提到可能合约啊 要看清楚等等 那最后买房贷受险 还有没有什么提醒 其实我觉得买房贷受险 当然除了就是方简性的一个考量之外了 那当然最主要是自己财务的状况 所以如果说给我买房贷受险的话 除了就是有一些所谓的规范 就是说给米派的一个状况之外 我们会比较建议就是 你帮你的人寿的一个保单 一起去做一些检视 那另外如果真的就是把状况 就是假设到最坏的一个状况 家人是不是能够负担起这个房贷 那我觉得这样才能够去做最好的决定 是 所以如果你受险 原本受险保单就已经蛮多了 房贷受险就可以少一点 是这样吗 是 因为如果说你受险都已经买满了 那甚至于就是可能未来理赔 还有一些生活的有一些剩的话 那负担房贷也不用大家太担心的话 那其实他事实上在房贷受险的一个部分 那可能他就不需要去做考虑 但是如果说不够不足额 或者是说你可能在未来 还有一些人生的规划的话 那这个部分可能就稍微想一下 好 今天非常感谢 助商不动产现是徐嘉欣经理 我们所提供的分析 谢谢嘉欣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